Hello 大家好 我是灣區接的Holly 今天我帶大家來到佛山 過來看看這個樓盤 在我身邊就是歐小姐 其實我們看到歐小姐 我發覺來到這裡其實很繁華 而且有陸地 有四位酒店 其實這個地段也是挺好的 沒錯 因為我們這個地段 是屬於一個蝕城非常中心的位置 歸華路已經在佛山發展了二十年 目前來說 歸華路就是佛山的第一經濟大動物 同時它也是總部經濟的第一梯隊 我們所處的位置也是發展得最好 最繁華的這個核心地點 所以你看到我們前面有環球港 有幸福Google Park 有陸地中心 這些其實全部都在我們300塊範圍之內 包括蝕城這邊也是因為佛山一個非常中心的城區 所以它地鐵的覆蓋也是最密集的 所有的線路都會經過蝕城這邊 在我們項目300塊範圍之內 是有兩個地鐵站 已經通了車的3號線 會有一個震安站在我們西北邊 是 西北邊震安站 另外還有一個電視塔站 電視塔站在我們這邊的位置也行300米 電視塔站同時也是3號線和4號線交會點 3號線已經開通了 4號線正在動工中 預計是2026年就會開通 所以這邊日後的出行會更加方便 其實有了解到整個佛山 不用說蝕城貴城都是市中心的地段位置 而且真的近地鐵的地方是很方便的 可以看到周邊都是一些比較出名的建築物 而且可以看到整個地理位置的交通 是真的很方便的 可以接回來的話 歐施仔跟我們介紹整個樓盤好嗎 OK 可以的 好 而且最主要我想要解回 比如好像我們的港澳朋友 就是過度來街坊 是怎樣通過什麼渠道 或者是那些線路怎樣過來比較方便 是機場呢 還是坐大巴呢 還是坐水路 綠路 怎樣比較方便 其實現在是不是已經通了輕軌 廣州已經是通了輕軌 包括佛山 我不知道 我知道佛山有機場 佛山是有機場 但是其實我們現在目前的地鐵線路 是可以直接去到那個輕軌站的 哦 輕軌站 是廣州的輕軌藍站 哦 即是藍站 是的 藍站可以直接過來的 就是非常方便 其實說真的一句 我們藍站是直接有船回香港的 如果各位香港的朋友 你都知道 藍站直接可以去到香港 是有船可以接駁到的 其實現在佛山去藍站 本來就不遠的距離 其實就是大概幾十分鐘的路程距離 對 幾十分鐘就OK的 二十分鐘 因為我們這邊的話 本來就是一個比較靠近廣州的片區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越靠近廣州的話 價值來說是越高 所以空間都很大 對 所以我們這邊也是比較靠近廣州藍站 是二十分鐘就可以了 嗯 如果到時候可以的話 我們就看看整個距離 現在這個快來到我們的沙盤了 是 我們項目的話 有一個非常大的優勢 就是我們現在是現樓出售的 哦 現樓出售 不用等時間 是 直接買進來就可以拿到樓 因為我們去年十月份的時候 是正式交了樓的了 哦 現在的話呢 都非常多業主在裝修中 其實過完年的話呢 應該會更多業主在裝修 裝修完的話呢 預計入住就會比較快 嗯 嗯 嗯 我們這棟公寓的一個主要大門的出口的話呢 就會在裡面這個位置的 哦 在裡面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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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外邊的話呢 它會是一個商業體 哦 這個商業體的話呢 就最重要都是一些商碎為主 還有一些比較大面積的商鋪 那現在都已經有非常多的一個商戶 是想要租我們外邊的商鋪 其實樓下的一二三層 都是已經是一個四層的商業體 哦 所以以後的一個生活 就是樓下已經可以解決到 是學玩樂 那當然啦 我們周邊還剛剛說到 二三百米 還有非常多的商場 環球港啊 是 合馬超市啊 這些都在附近的了 其實 非常方便 住在樓上 下來樓下就已經是學玩樂的場所 已經可以玩完了 是 而且娛樂的也很多 所以不用擔心這裡的一些情況 是 還有呢 這邊的一個休閒的地方也很多 因為它 蟬城這邊是非常多的一些 是主要的一些景點 景點 據個所知美食也很多 是啊 而且真的你說到的蟬城 就很多的一些景點 你說到的就是類似是寧南天地啊 寧南天地啊 或者是創意產業園啊 電視塔啊 還有領南明珠體育館啊 還有 還有阿藝公園啊 其實都在附近 一兩公里範圍內 我們步行都可以到達 帶些親朋戚 帶些親朋戚有過來的話 除了我們在樓下可以去玩樂之外 景點附近都很多可以逛街 娛樂的地方 是啊 包括現在那個創意產業園 已經平了國家3A景點了 是啊 過來這邊的話 其實就五分鐘左右 非常方便的 所以其實在佛山這個都很好 是 那我們這棟公寓的話 其實我們除了一個現樓優勢之外 還有我們的產品其實都很有優勢 嗯嗯 雖然我們現在剩下的產品的話 基本上都是以48方為主 哦 48 48方我們會分有兩種的 另一種就是三米半的一個平層 哦三米半大的平層 另外一種就是五米高的複式 哦 市面上賣五米高的複式的產品不多 不少很少 因為基本上 對我們對樓盆的了解 就是基本上都是四米半 沒錯 四米半會比較少少壓力 但是他們這裡可以做到五米是比較 真的很好 是完全可以做到兩層的 嗯嗯 就算我們三米半的平層 都會比普通的平層會高 因為我們知道 就是層高 是的 因為普通的平層一般都是三米到三米一公寓 我們做到三米半的平層 其實這個空間感會舒服很多 嗯嗯 當然我們當時設計這個產品的時候 也都考慮到 我們針對的客戶群體的話 主要都是為了 是一個規劃路上第一階梯的一個高收入人群 哦 所以來說的話 我們的面積不會太小 還有我們的空間感一定要是給到這一幫 就是有錢的一個客戶群體 有一個更舒適的居住環境 其實最主要是真的住得舒適 是 沒錯 那我們一共就三十四層高 哦 即這裏上來就三十四層高 對 我們十七樓以下是三米半的一個平層 十八樓以上的都是複式的了 哦 還有我們就是無痞交樓的 這樣會有很多的一個設計方案 可以給到客戶 客戶有可以按照自己的一個喜好去裝修 即是其實按照自己的喜好來裝修 即是蘿蔔青菜各有所外 即是可以很多花款 很多花樣去來裝修其實都挺好的 對 而且佛山它本身就是一個建材 很多建材都是產自佛山 是的 所以佛山你就算自己裝修 其實一點都不貴 是的 我記得買家具 買家具 還是買瓷尊 都是收選佛山的 很多廣州人或者其他 應該是珠三角 或者是大灣區 都會過來佛山去挑選這些材料 沒錯 所以在佛山做 即是你有套無痞樓自己去裝修的話 性價比其實是非常高 其實佛山等於一個小工廠 即是五金的配件那些之類都是很方便 是的 其實我們現在都有實地樣板房 我們做了一個30樓的實地板房 是一個複式的 或者可以上去看看 好啊好啊 現在我們跟了歐小姐過來我們的現樓 去看看 設計好的方案 是 入到來做一個鞋櫃 可以做到整個鞋櫃 是的 即是這樣的設計是很好 一個空間是多好 嗯 還有入到來就是一個廚房 是 嗯 那麼我們這裡呢 它就設計了成兩房 但是最大限度來說的話 說真的 真是四房都沒有問題的 哦 因為我們的高度是足夠五米 那如果你不做中空廳 你甚至可以全部把它封齊 然後完全可以隔兩層 可以多做兩間房都可以 哦 即是設計可以很多變 其實我們看到 即是入到來 我不知道街坊平時看房 有沒有一個很好 即是有一個不同的 平時我們看房 真的會有一點點壓抑感 它一般就是四米八或者四米半左右 而且上到去呢 感覺到一個整個空間 就沒有那麼寬落 還有呢 你可以看到 它上面呢 現在我們做了一個扭空的設計 那整個大燈做下來呢 整體的感覺就會很不同 而且我們如果這裡不做扭空呢 就好像剛才歐斯先生說到 我們可以設計 現在只是樓下樓上做了一個兩房 如果我們不做扭空的情況之下 這裡都已經可以做一個書房 或者一個兒童房 可以給我們的街坊很多選擇 那整個空間感又會不一樣 嗯 還有可以看到 這樣的光線進來呢 就一個透光量是很高的 嗯 可以看到 歐斯姐姐 還有那些比較特色的地方 是可以 真是的 連那個衣櫃啊 或者其他地方 都可以做到很細緻化 是的 嗯 而且坐在那裡 看看感官呢 是很不一樣 真的我們坐在那裡 對著城市的一個角落 看著周邊都是四季酒店啊 陸地中心啊 可以看到整個閒城區的景觀 是很不一樣的 是的 追法馬就是這一段的了 嗯嗯 而且它這裡打了一個 它自己本身設計呢 這裡做了一個 是一個窗台 可以給到 你可以做窗台也可以 不做窗台都沒有問題 到時候看回 各個人的一個需求 去做一個裝修設計 嗯 沒錯 好我們上二樓去參觀一下 可以 嗯 而且樓梯的設計都可以很多變 真的坐在那裡看電視 平時感覺呢 平時真的只有三米的開間 可以看到這裡真的一個三米八的開間 而且買一部大電視 都一點問題都沒有 是啊 是 一部大電視都不成什麼問題 嗯 可以 可以 那麼二樓的話呢 我們這一次的一個設計的話 就會將衛生間設置在二樓 哦 當然呢 我們也可以把它設置為一樓 嗯 就是樓梯下面的位置 樓梯下面的位置 這邊也可以做房 算了 現在現時開箱的設計 就比較闊落一點 對 因為它下面一樓做了一個大鞋櫃 和一個可以儲藏的一個物物空間 是做了一個飯桌 對 而且上來呢 除了這個衛生間 這個衛生間打造好 旁邊這邊 我們又可以做一個儲物室 是的 這裡是流空了 到時看每個人 如果多雜物或者怎樣做儲物室 都沒有問題 整個空間都會很大 而且剛才說到 我們上來 就真的五米的一個開間 不像平時 平時可能只有四米半 就可能真的來到這個位置 或者這個位置 真的差很遠 而且你感覺上來會比較舒適 沒錯 而且剛才說到 我們這裡上來 是做了一個大樓空 這裡就是五米的一個距離 如果可以的話 這裡再設計多兩間房 來做一個書房也好 小朋友玩具房也好 都是住一個比較舒適的 沒錯 那進來這裡 這裡都是和下面一樣 都是在房間 如果人不多的情況之下 住過兩間房也已經很夠用了 具體看看各位街坊的家庭情況來做一個設計 而且它現在是把窗簾都拉住了 我們都打開來試試 可以 其實整個彩光都是很舒服的 平時我們開窗 基本上燈光都是不需要的 所以彩光率是真的很高 沒錯 而且你可以看到 他們做這個空間 都是很闊落的 床和各方面的空間都是夠衣櫃 各方面 而且還做了一個大書桌 可以看到他們是挺好的設計感 我們接著邱小社 過來一個剛才說到的 一個48方平層的板房去看看 開窗箱是設計好 讓我們看到一個整個感光的 進來這裡是否做了一個鞋櫃 其實可以看到兩邊都很闊落 進來這邊就是一個廚房 剛才我們說到的小藥色是怎樣 現在可以看到 它上面這裡可以看到 已經做了一個小藥色 上面這裡就是放床的位置 但是我自己的身高1.65米 進來這裡應該有5.8米9 其實也不會很迫結 或者很矮 也不會有這樣的感覺 而且這裡整個廚房 都做得比較闊落 再進來就是餐桌 其實都各樣俱全 可以做到的事情 進來一個客廳 是否都有3米8的開間 可以看到 可以跟歐小姐一起看到 整個開間我坐在那裡看電視 看電視 一點都不覺得是小 而且說真的一句 這個梳化他們擺得都不是小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個空間 都不會說很迫結 再加上你們很懂設計 還設計了一個露台 我們平時露台 我們是做了一些櫃 我們平時在露台 有些開發箱 或者是有些樓盤 是做到打小它 用來的空間當然會大一些 但是你們不是 你們反而還把這個空間做大了 我坐上來 我坐上來 可以和別人和你喝茶 各方面的 而且真的都一米的一個闊度 可以給到 再過來 看著 我現在看到小藥色 看到我們的小藥色 是直接一張床 我們上去看看 真的上去 這個三米五的開間 會是怎樣的一個小藥色 整個設計可以看到 這個也是夠一個人上落的 嘩 嘩 其實來到一張床 怎樣都要一米半米八了 還做了一個小衣櫃 裡面都有一些擺櫃 一個擺景設計 還有真的一個三米五的一個高度 可以去到 下去看 一個感官也是很好的 可以看到 不會說是很細的 雖然這裡是48平方 但是他們這裡 其實真的所有變化 都在自己的設計當中 可以看到 再看看 在這邊看下去 整個感官 會很不一樣 所以這個設計 可以給到我們街坊的很多選擇 可以看到 這個樓盤 比我們展現的情況 是很不同的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選擇這個樓盤 可以考慮過來現場 我們詳細去看看 歐小姐 好像剛才說到的 我們這個戶型 是不是五十萬左右 是五十萬左右 五十萬 那我們的複色是 六十萬左右 六十萬左右 複色剛剛說到 五十萬是三米半的一個層高 而六十萬的四米八的一個平方 是大約六十萬 但是就是兩層 看看各位街坊自己的選擇 其實我自己本人都比較喜歡 其實兩個人住是很適合的 回來渡一下架 或者出去玩一下 實用率非常高 實用率非常高 看看各位街坊大家的選擇 剛才我們看完房 也看了整個樓盤 其實我覺得這裏 真的很適宜去置業 或者投資 沒錯 還有可以看到 可以和我們街坊說 這裏最大的優勢是甚麼 首先我們有一個地段優勢 佛山蟬城最繁華的地段 就是我們前面的桂華六路 就是整條都是桂華六路 我們可以看到 對面有環球港 有陸地中心 有四季酒店 再前面還有合馬超市 其實都是幾百米的範圍之內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這邊已經是很成熟 還有周邊幾個住宅 圍繞住宅小區的話 入住率已經是非常高 這邊的住宅的話 這個價格也會非常高 就算二手都已經去到三萬元 二手去到三萬元 但是只要買我們這裏 一套的房子 都是六十萬元的一個總價 是 是 很多選擇 而且我想問一下 比如說我們的港澳同胞 或者反國度過來這邊 我們是選擇投資的話 就像剛才我們選到的一個 評審或者複釋單位 可以租到多少錢左右 如果我們這邊的平層的話 大概就兩千元左右 如果是複釋單位的話 就甚至已經去到兩千五到兩千八 即是兩千五到兩千八元 就可以選擇來做投資 是自住都很方便 而且最主要一樣 就是剛才我們都提到 我們這裏回到香港 這裏是屬於佛山 佛山我們過南站 大概就二十分鐘車程 是二十分鐘車程 坐公車也好 坐船也好 回到香港大概都是四十分鐘的一個情況 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交通路程都是一碗湯 我們所說的一碗湯 基本上就是一個小時的生活圈子 來到這裏大概都是一小時的生活圈子 所以交通 無論交通來說是十分便利 還有周邊的配套 可以給我們看到的整條桂華路 都是屬於佛山市中心地帶 是市中心地帶 所以各位街坊這個樓盤可以 是很值得你們選擇的 今天我們的節目就是這樣 多謝各位街坊關注我們灣區街坊 有更多的樓盤資訊可以介紹給大家 今天就是這樣 多謝歐小姐 拜拜